在婴幼儿开始学走路的时候 很多家长都会买学步鞋给小宝贝穿 不过标检局最近抽查市面上的学步鞋 却发现一半以上被验出了过量的可塑剂 如果小宝宝啃咬鞋子的话 吃尽了可塑剂 就有影响到他们发育或者致癌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不合格的鞋子不但在百货公司销售 还包括了两大知名品牌 齐哥跟立音坊 来到婴幼儿用品店 加上摆放着造型可爱的学步鞋 但小宝贝脚下的鞋子却可能含有可塑剂 妈妈听到了有些担心 应该还是会担心吧 因为这是不好的东西啊 会很担心 对对对 我们当然看到就尽量阻止 但是防不胜防 为了让学步鞋穿起来更柔软 这罩商大多会添加可塑剂 但标检局抽减了各大卖场的学步鞋 有55%的鞋子含有的可塑剂含量 在2.4%到25.9%之间 远远超出国家0.1%的限量标准 其中还包含了齐哥和立音坊等知名品牌 标检局已经要求业者限期改善或下架回收 可塑剂是一种环境荷尔蒙的东西 那环境荷尔蒙进入到人体内会影响体内的昏迷系统 不过齐哥公司不买标检局的检验 认为国家标准中并没有规范学步鞋的可塑剂含量 不该用玩具的标准套用在学步鞋上 在台湾的鞋子是不用送绳的 它不像玩具或是其他用品 它有一个检验流程 标检局表示为了幼童的健康 规划未来将学步鞋列为强制检验项目 由于鞋子的外观无法辨识可塑剂含量 只能建议家长挑选时看中文标识是否完整 同时买回家后不要让幼童把鞋子放入嘴里啃咬 接着陈小青 庄志诚 台北报道